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事,我是林雨 2068集 宗主啊,这是斗木谢两兄弟里的小斗 想比较他哥哥还要瘦弱一些 牛津牛笑着说道 啊,快请起,快请起 林雨笑着点了点头 打亮了一眼小斗 他发现,这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吧 哎,老焦,你还愣在那边干什么 赶紧过来呀 抗金龙见角木焦站在悬崖对面而还没过来 也有一些急促地催促道 你急什么呀 老子刚才只顾着担心你了 对面的角木焦立喊道 你他妈的还能干点什么呀 走个贴索都能摔下去 刚才看到抗金龙失足 着实把他吓坏了 哼,别吹牛 你走过来再说 正好,这位燕子妹妹在这儿呢 你万一有个失足 他也好冲上去救你 你放心 哼,老子绝对不会跟你那帮无用 角木焦冷哼一声 接着立马迈步 到锁链跟前 然后身子一抚 手脚一把抓住锁链 和云针那样 倒挂着手脚并用地 朝这边爬过来 哈哈哈哈 炕金龙见状立马羊头哈哈大笑起来 角木焦冷哼一声不以为意 在生命安全面前 面子算个屁呀 等到角木焦到了对面之后 牛津牛便吩咐燕子在前面带路 而小斗则是留在了原地 看守铁锁 以防有外人从山下跑上来 林雨他们跟着微月宴穿过树林之后 眼前瞬间豁然开了 只见前面是一个占地极大的湖 整个湖面已经被冻得结结实实了 而湖对面是几间小屋 显然是微月宴和大斗小斗 他们居住的地方 在小屋的后面 树立着一面 足足有数十米宽窄的巨大崖壁 崖壁上雕刻着四个 足足有小汽车大小的 类似龙头状的雕塑 树木獠牙 气势威严 仿佛正在恶狠狠地盯着林雨等人 角木焦抗金龙看到崖壁上的 四座巨大的雕塑之后 心头也不由一颤 莫名生出了一种敬畏 林雨也不由皱着眉头 盯着崖壁上的四个雕塑 发现虽然他们一直往前走 但是那四个雕塑的目光仿佛都跟着他们挪动 始终盯着他们 等走近了之后才发现 这四头撞死龙头的雕塑并不是龙头 而是猙獰的舌头 而舌头后面还刻着一个龟身的浮雕 可见这四个雕塑刻的正是玄武的形象 这座崖壁好像是后天雕刻出来的吧 林雨望着这巨大的崖壁心头感觉无比震惊 这座崖壁明显是被人后天凿出来的 甚至他们所踩的这座孤峰的峰顶也是人工修整出来的 如此巨大的面积简直就是披凿了半座山 而且年岁久远了 他想象不出来这些玄武像的仙辈在没有机械辅助的情况之下 是如何开造出来的 哪怕是换到今天科技发达 在如此恶劣的地形之下 机械只怕难以应用啊 小宗主好眼力 牛津牛笑着点点头 这里确实是我们的仙辈后天开造出来的 至于什么时候开造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在我爷爷的爷爷的时代 这里就已经形成了 牛爷爷 这个时候屋子里面迅速窜出了一个身影 兴冲冲地跟牛惊牛打着招呼 长相跟刚才的小斗极像 肩头还站着一只威风凛凛的海东青 这位就是大斗吧 林雨笑着问 还不赶快见过宗主 牛惊牛沉声说道 大斗微微一愣 接着二话不说 对准角木椒和抗金龙 那头变败 混账 这才是宗主 牛惊牛赶紧呵斥大斗一声 示意他身旁的林雨才是宗主 大斗神色陡然一变 看到林雨如此年轻 脸上的惊讶不比威月艳小 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赶紧朝着林雨那头再败 不必多礼了 以后咱们都是自家兄弟 大斗兄弟 赶紧带我去看看我们星斗宗的悬术秘籍吧 是 大斗答应一声 接着立马带林雨他们朝着屋子后面的崖壁走去 时机而上 只见崖壁前面是一片开垢过的石板地 面积宽敞开阔 极为平坦 到了空地上面 大斗朝着崖壁上方一指说道 宗主 我们星斗宗流传下来的古术秘籍 就藏在这崖壁中 在一崖壁中 林雨闻声大为诧异 接着望了一眼巨大的崖壁 一时间有一些茫然无措 如此完整的崖壁 根本没有任何入口可以进去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崖壁是实心的吧 角木胶一个剑步 窜到了坚硬扶起的崖壁跟前 用力地拍拍壁面 发现整个崖壁坚实无比 浑然天成 连丝毫裂缝都没有 牛津牛摇了摇头说道 至于这崖壁该怎么进去 说实话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先辈只是告诉我们 东西都藏在这崖壁里 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 该如何进入这崖壁 老前辈 都这时候了 您就没有必要考验我们了吧 我们时间紧 您就直接跟我们说实话吧 进出里面的机关到底在哪 很显然 抗金龙以为牛津牛 是在故意考验他们和林雨 这个还真不是考验 牛津牛无奈地苦笑 我们也不知道 这进出崖壁的方法 到底是在千百年的口尔相传中失传了 还是当时的先辈 故意留下个难题 来考验新任宗主的 但是如果是考验的话 我们的先辈肯定会直接告诉我们的 既然没说 那我更倾向于进出机关方法 可能是在一代代的传承中 不小心失传了 失传了 你们玄武相还能干点什么呀 这么重要的极光开启之法 竟然都能失传 当初这些古术秘籍 就不应该交给你们保管 就应该交给我们青龙相 交给你们 只怕早就已经被人抢走了 过个铁锁都得爬过来的人 也好意思说我们 你这个小丫头 老焦 算了算了 毕竟人家救我一命嘛 抗金龙赶紧拦住蒋木椒 示意他少说两句 现在不管我们怎么互相埋怨 都是毫无意义的 牛金牛 无意地摇了摇头 叹息一声 现在 我们需要齐心协力 找出进入这崖壁的方法 牛老前辈说得不错 事已至此 我们当务之急要做的 就是想办法找出 进这崖壁的方法 林雨眉头紧簇 一边扫视着巨大的崖壁 一边伸手 试探性地 在结满 濒临的寒凉崖壁之上触摸着 查看崖壁上 有没有什么异样的凸起 或者是凹陷 不过很快他就放弃了 因为仅仅一两分钟 他整个手掌 已经冰冷彻骨 而且这个崖壁面积巨大 崖壁上缘高不可攀 就算他使出浑身能耐 也不可能将整面崖壁 触碰一遍 这么大一片崖壁 怎么着啊 角木椒 也有一些绝望地说道 难道用凿子 一点一点地凿开了掌吗 这石头这么硬 得凿到猴年马月啊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